在wordpress网站的后台 我已经提前去添加了一些文章 下面我们要在小程序里面 去请求wordpress的rest的接口 去得到这个内容列表 先打开小程序的首页 在这个pages.index.js 现在页面上面 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个接口的地址 名字可以是api.base 它的值呢就是wordpress 接口的一个基本的部分 就是网站的地址 后面加上一个wp-json 再去定义一下 接口里面的路由的部分 名字可以是api.route 文章列表路由的地址是wp-vr-post 然后在小程序的unload 这个生命周期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请求一下 这个接口的地址 用一下wxrequest 一个对象参数 配置一下这个请求 设置一下url 对应的值就是要请求的那个地址 用一个字符模板 显示接口的基础的部分 这里可以使用api.base来表示 斜线后面再加上这个路由的部分 这个呢就是api.route 请求成功以后会调用success 在response里面就是得到的响应 可以把它输出到控制台上面检查一下 保存一下文件 在小程序开发手工具的控制台上面 会输出请求后来得到的那个数据 具体的数据是在data这个属性里面 这里面的东西就是wordpress网站里面的那个文章的列表 除了data 响应里面呢 还有header 就是请求响应回来的那个头部信息 响应的状态码会在stata的code这个属性里面 我们可以去利用这个状态码来去做一些判断 回到编辑器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窗口 得到了数据以后 我们可以在页面的视图里面去用一下 我们可以去把得到的数据呢 放在页面的entities这个里面 在这个data里面去添加一个entities 先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数组 然后回到请求之后的这个success回调 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entities 让它的值等于response下面的data这个属性 再用一下this的setdata去设置一下页面的数据 让entities等于entities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去写成一个entities 这里我们还得改一下这个success的写法 用一个箭头函数 不然的话在这个success里面 this这个关键词表示的不是页面 而是这个方法本身 我们可以平均等于我们的东西 要就是一个热情